这张图呢,是我从Google下载的免费PowerPoint的一个Template 这张图其实就蛮能表达这个讲座想要讲的 那这个社交媒体跟视讯会议对我们是很方便的 那我主要要讲的所谓的新媒体跟科技呢 应该就是所谓的这种社交媒体跟视讯会议这两种 你大概可以看得到就是社交媒体 还有这个视讯会议之类的 那大家都可以上线 这张图就可以看到一个人想一讲 另一个人就可以去听得到 每个人都可以开直播了 对不对,刚刚林牧师也讲 对不对,线上就 大家可以这样子到网路去找到所有的这些想要知道的东西 那我想要讲的当然就是包括像社交媒体 这个大家已经太熟了,对不对 这种就是以个人跟团体提供文字或图像资讯的交流为主 那有一些还有即时影像转播或者有通话服务 那就成为更广泛受欢迎的社交媒体 那这当中当然使用率最高还是Facebook 那其他当然我大概有上网看一下这个排名的使用率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在北美比较多 可是其实你要知道亚洲还有其他地方 其实还有很多这些的媒体 那另外一个我们称为叫做 我们现在就在有的 就是视讯会议服务 这个很多也 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 这个东西其实是早就有的 但是呢就是慢慢的越来 疫情之后就更多人使用 那另外一种东西呢 这种我叫做具保存功能的影音浏览跟直播服务 像你们都知道YouTube跟TikTok这样子 那这种呢大家应该也大概都听说了 年轻人就 我不要用年轻人 我现在很怕用年轻人跟老人 绝对不能这样分 因为我今天的那个第一点还要跟你们说 不要用年龄去区分这些事情 那这个叫做不具保存功能的影音浏览跟直播服务 你们大概知道这两个是什么 那一个就是Snapchat 那另外一个叫Clubhouse这样子 那我两个月前我就看到就是有年轻牧者 他们用Clubhouse去讨论所谓的美飘青年世代传承 那这些人就是一群曾经在美国留学 或现在还在美国留学 那都是一些年轻传道人 然后他们在谈信仰 他们弄直播很好玩这样子 第三种另外这种叫做播客 Podcast 那Podcast有Google的 有很多Spotify的 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Apple的这样子 那播客是属于一些比较个人 或基督教育机构现在有在推出蛮多的 那其实简单讲你可以称它为一种线上广播节目 那它的特色就是你需要系列性的或主题性的去做一个节目播出 那其实我现在知道不少基督教机构或一些传道人会开始用播客来宣扬它的理念或想法 那神讯跟教会还比较少用这种东西 因为它有点像个广播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播客叫维珍会客室 是谈敬拜 大概有些人知道这样子 那其实你大概讲到这里 那有些传道人或牧师就会觉得 这个我不会玩也没听过 不用紧张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希望提供一些比较平衡的建议 我自己过去做媒体 大概了解这种媒体的迅速传播的方便 还有它的影响力这样子 那其实我并不建议牧师传道人要去追逐这些东西 你稍微了解就好 那我也觉得懂这些的人也不需要老是觉得说 教会没有跟上去就是落伍这样子 不够酷这样子 我跟大家讲我几年前去讲到 竟然人家问我说 老师你有微信吗 我还问人家微信是什么这样子 那我现在就已经可以在这里分享新兴媒体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工具 那所有的电子产品很早以来就是所谓 所谓的Microsoft 他们的这个Windows系统开始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电子会营营产品 我们称为叫做User Friendly 是一般人都很容易会操作的 那如果有兴趣搞懂 其实很好 没兴趣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我也觉得传道人跟牧者教会 也不用高高在上去觉得 这些都很世俗这样子 那牧师传道人不懂 也不要觉得他们就很不够潮是不是 听说有个字叫潮对不对 你看我都好努力在学这样子 学新的东西 那不用觉得就是落伍这样子 我目前比较知道就是港台的年轻基督徒 在这方面是非常活跃的 那北美教会 其实就像刚刚林小卫牧师也讲 我们是有点老化 在平均年龄上 不过对不起 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心还是很年轻的 所以请大家跟小花老师学习 我们可以 人年纪虽大 但我们心还是可以保持年轻这样子 那我刚刚说这张图最能够传达 对不对 今天的这种 这个所谓的新媒体科技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情绪符号 我们都知道这叫情绪符号 对不对 一大堆情绪符号 你可以按情绪符号 以前呢 我们打个text 对不对 人家还以为我是这句话是很不高兴吗 不如我赶快弄个笑脸这样子 他就不会觉得我怎么样 可是呢 on the other hand 我们也要面对一个东西 如果你看到这上面有几个符号 第一个叫做点播 点击播放 这个其实就是今天的所谓的点月率 都是从这样算的 那另外一个叫做评价 你可以看到另外这个图案 对不对 叫做评价 我按一下 OK 我们可以rating它 评估它 那第三个 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给予一些回应 你可以按赞啊 或不喜欢这样子 那社交媒体跟线上服务呢 都常常有这些点评 其实都带给所谓的传递者 会有一定的压力 或者情绪性的感受 那其实这些都是挑战的部分 那如果牧师讲完到 我们全部可以在下面按like 对不对 或dislike 而且越来越多牧师讲到 都要po在YouTube上 对不对 然后牧师如果去看 我这一场只有30个 那我那个小传道人 怎么来了100个这样子 那真的是会有比较的一些情况 那就会觉得怎么办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我要讲的就是 媒体科技真的只是一个工具 你永远要把它当做一个工具 你可以使用它 不要被它用 我们在使用媒体科技呢 还是在被科技媒体使用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就是一些现象这样子 媒体科技不用神话它 那它是我们可以用来传福音跟人连结的工具 我特别想要用圣经的施恩作 因为我知道我一定要讲施恩作 你们才知道我在讲什么 可是事实上呢 它是一个约会的盖子 那在出埃及记的25章17节 它是要用纯金去做一个会盖 很有趣 合本修订版在他们几年前的翻译 它就改成柜子的盖子 就有点像Arc Cover 跟JPS翻译一样 那NIV会翻成An Atonement Cover 就是一个除这盖子一样这样子 那做一个盖子 这是一个纯金打造的月柜的盖子 它是一个工具 就是如果工具功能性上面的工具 它就是一个月柜盖在月柜上的盖子 可是它的象征意义是神的灵在 可是它的象征意义一定要有神在 它才有象征意义 OK Otherwise 它就是一个盖子 那的确因为经文上我们会看到 就是这个 这个除埃及记25章21到22节 神有说 那个盖子盖上去 然后我要在那里跟你相会 这样子 后来我们在明书记7章89节 我们也看到 就是摩西真的进去的时候 它听到那个声音出来 就是从约柜的盖子椅上 在两个基路坡中间 对它说话这样子 那这个太神奇了 对不对 灰幕盖 然后自圣所里面 然后约柜上面那个盖子 神在那里会说话 两个基路坡中间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从 灰幕盖到约柜可以做好之后 那他们从旷野起行 真的一路到入迦南 你们都知道那个过约旦河 对不对 那个都是那个台约柜的 对不对 在前面走 然后约柜停下来的时候 然后神只是停下 那个云术火柱在上面倒 然后约柜停下来 然后神就 他们就停下来 跟着那个行动 约柜是在前面引导的 那绝对就是在相真神的同在 那你也看到过约旦河的时候 是那个台约柜的祭祀脚一塌上去 那个水就退上去了到亚当城 那他们宫下的第一座城 耶利哥城也是 就是用约柜去绕那个城 然后城就倒塌了 后来宫爱城失败之后 约柜亚就到约柜前去求问 有没有记载 他是不是真的走到约柜的上面 神是不是在约柜上方对他说话这样子 那这个约柜从此具有一种超神奇的功能 那我们就看到到 萨摩尔记上第四章的时候 他们打不赢非力士人 他们就决定把世罗的约柜抬出来 百姓就欢声雷动 哇约柜到了胜利的宝阵 这样 结果却反而激起非力士人的警戒 也跟同仇敌凯奋勇杀败以色列人 还掳了神的约柜 那从此就开启约柜流浪记这样子 那这段简短的故事呢 我为什么要用这段经文 我在想网路这样子 所有的新兴的媒体跟科技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约柜是一个工具 它不是胜利的保证 神同在才是 那媒体科技是工具 不是胜利的保证 神同在才是 刚刚我们也听到牧师讲的 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工具 接触更多的人 那接下来我要提供的叫做这个数据 你有兴趣你可以看这个数据 这篇文章叫做十个强而有力的社会 教会社交媒体使用的统计数据 这样子 那但是我接下来放的图片 是我从好多网语一起收集起来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 就是事实上是的 过去几年很多人开始 会很强调这种新兴科技媒体的使用 请注意 叫做使用 他们觉得这些使用可以增进 教会的增长 成长 大量的在有这样的数据 数据跟这个 关系 那其实这些数据都是真的 也反映一定的现象 但这篇文章的数据解读 就是在大力鼓锤跟神话社交媒体 网络的重要性 那我会帮你一起解读更看这些资料 第一份资料你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调查是2011到2 跟2017的对比 那你大概看一下这个数据就是说 过去可以用 如果你可以看到就是用 网路 用电脑上的网路 然后使用电脑网路去读圣经的人 从37%增长到55%这样子 那会用你的智慧手机 或手机去搜寻这个 查找圣经经节或内容的人 从18%到53% 都很大的成长这样子 那会不会去下载或使用一个 圣经的软体在一个你的 smartphone上面 43% 我觉得现在一定数据会更高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也这样做 因为为什么呢 主要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年纪大老花眼你知道吗 然后发现看电子版 还可以放大字体真好用 我刚开始也是一个很排挙这种东西 因为我的年代呢 我们去教会是要 带着一本圣经的你知道吗 我们都自背圣经自带圣经 然后这样子很虔诚的样子 那我跟大家讲就是 我大概在真的是2011年 我看到一个教会 他的英文堂是要求这个年轻小孩子 四五年节小孩就要去教会 参加英文堂聚会 可是墨西在小孩子一进来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手机都没收了 因为他说你们会在那里玩手机 可是我觉得天哪 现在你能没收手机吗 不能的 因为他真的很方便 那这个数据呢 他就这样子来解读 他就这样说 我如果第一段我都是他们的解读 他说越来越多信徒会使用互联网 Internet 跟社交媒体作为他们日常仇拜的一部分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讲说 他会去读经啦 查考经文 他说你需要有一个活跃的社交媒体 来利用这个事实 因为那是你的观众所在的地方 这都非常的commercial 非常的有鼓励你 那我会认同这个part 就是社交媒体能增进 接触跟交流的机会 没有错 可是我仍旧认为 所有的social media 他最主要的 假设social media 他主要是在 让人可以帮助人 最主要可以认识教会所在 终止成员或者活动 这种很基础的功能 假设你是一个Facebook的 网页式的功能 这样子 那你说视讯媒体会议来 真实的聚会 那个真的都是过去一年才开始发生的 对不对 这样子 那另外这个数据呢 叫做如果你的教会提供Wi-Fi 对的 是的 我们最希望进教会的时候 最好主力有Wi-Fi 对的 然后牧师讲什么 还可以赶快查一下 看一下牧师今天有没有讲错 这样子 或者有没有牧师 因为已经有好多教会 抓到那个牧师竟然偷别人的 不能说好几个 就是有 我听到几个 就是人家一听就觉得 这篇角道听过 结果马上上网查找 这样子 那其实我等下会讲所有的缺点问题 那的确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很多教会在过去 这个数据是2017的数据 那过去很多教会只提供给自己的同工 那现在已经很多了 就是同工员工跟这个都68% 我知道很多教会都有Wi-Fi 这样子 那他们讲说 如果你的教会不提供Wi-Fi 你的教会就是属于少数的群体 并且将可能会将访客赶走 他还讲很多 其实他每一段后面都会附说 如果您需要什么科技方面 可以找哪一个 或参考什么 我们有什么专人可以帮你 不过我真的是觉得 因为他刚好收集所有的数据下来 所以我就把它看了一下 那其实我觉得第一 北美华人教会 或小教会不提供 或需要有密码 我知道华人大概都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 多数人都有自己的Data Plan 也不需要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来教会不需要一直上网吧 像我其实我有离线的圣经 但是我们现在大概都是 大部分其实都是Unlimited Data Plan 或者也有一定比较高的Data Plan 未来就是5G的话 你会更多的网速会更快 那即使没有网路也可以读电子版 你先下载 我觉得教会能提供WiFi好了 没有没那么重要 信徒到教会来 需要敬拜侍奉神 我们真的太习惯到处都要有网路了 这样子 OK 我的TagAway都有在那个 刚刚给大家Link的Outline上面 第三个这个数据是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非盈利事业机构大部分都已经会用 因为盈利事业一定会有网页 但是其实到2016年 它的数据上显示 80%即使非盈利事业机构也会有网页 71%会使用是Social Media来介绍 那我们现在很多教会 其实没有自己的网页 也都会用这种Social Media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 数据上其实你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常常Facebook都是最高使用的这样子 Facebook 那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就是 然后他就会说 如果你想成功的推销你的教会 并增加会员人数 社交媒体不再是一种有蛮好的 nice to have 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沟通渠道 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 人们的确是会用网页或Facebook 来搜寻找教会 了解教会的状况 或者教会可以用来提供这个信息 那但是呢我觉得 的确是可以帮助别人找 这样子 那我会讲到下一点就是 因为我觉得 第一点就是 下一个就是 以Facebook建立也好 这样子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你需要去更新维持 因为我真的找过一些教会的资料 可是我觉得那个Facebook上 它什么也没有 那我觉得那个教会就是 好像三年前的退休会照片贴 贴一贴贴点照片这样 那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去经营或维持 那其实有就等于跟没有一样 那下面这个很好玩的数据 他会讲一件事 但这个是2013年 他说当你发给会友的信 现在就是你发给别人信 其实商业广告也一样 如果你的email里面呢 附有连结 就附有link到你的网页 那其实点阅率会高到115%这样子 那其实我的想法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电邮中附有网页连结 会提高点阅率这么高 那他的意思就是鼓励你 你发电邮给弟兄姐妹的时候 应该要附有link这样子 那我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很可能 你就用那个什么LINE WeChat这种东西就可以给连结 那这是2013的数据 现在几乎每个商业或通知电邮都有连结 是否真的有 有些我连点都懒得点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到现在又不太一样了 所以数据永远都会不断的继续成长或改变 那这个呢是谈到的叫做教会 教会的沟通跟社交媒体上面 教会使用社交媒体来沟通 这样的一个数据 他说大约有51%的教会会声称至少有一名工作人员 至少一名工作人员定期在社交媒体上 会发布博客或帖子 那根据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数字广告公司 这个来看他 他说2012年74%的教会都没有付费员工来更新 他的教会社交业面这样网体业面网页 但是其实现在我知道是大教会通常来讲 如果真的很大 大的教会 他们其实会有了 part time的也有 那一般教会就是 就是让一般同工来维持 那其实最简单就像Facebook这种东西 就不太需要什么维持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这个呢叫做迁徙世代 叫做迁徙世代的一个调查这样子 那他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 70% 我们称为practicing the Christian 就是那种相信圣经说的就照着去做的这样子 那就是很多人会在手机读经文 这个我们刚看过了 那我要你看的是像这个数据 第三个这个数据 那他们会在这个网路上面看一些 这个online videos 来关于这些信仰的或属灵的东西这样子 这个增加幅度都很大 你大概可以看得到的数据是 可以从增加到百分之五六十 那他其实另外这个数据是指所有的 所有的就非所有的这个迁徙世代的小孩子 他们有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的人 他们还是会上网去搜寻 所以是人们还是会就是说 以前传统 我们可能人要我们要我们要去传福音 那可能是我们去发单张 或去接触人 那他现在是要告诉你说是 很多人会上网去看这些东西了 而且如果是尤其是尾声的基督徒 我不知道用尾声是不是合 那他们的数据是很高的 那一般人也都有这么多 那你们都知道迁徙世代 这样子大概就八一到九四九六之间 都可以成为迁徙世代 那的确确实是 但是我也要加进一个数据 就是我也要加进一个不是数据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说baby boom的 就是所谓的这种婴儿潮时代的 只要有受良好教育的话 也多半都能够 那特别是我们北美的移民 很多好的教育的背景的话 其实用电脑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是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 我就去买了一台那种 你们知道那个年代是DOS系统 你知道吗 我是用那个电脑用到今天的 我只是一个user而已 我什么都不会 我不懂其他的 那所以其实今天大概 我们现在来算 六七十岁这一辈 其实用电脑是没有困难的 上网搜寻这些也没有困难 其实不只是迁徙世代 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 它的意思是在这样说 在年龄层上面 从05到12岁 这个数据最后是统计 那它整个的成长 那到2013年它算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年龄层都是上升的 每一个年龄层都是上升的 不会说没有 那很多的social networking的size 那这些东西叫social networking的时候 它其实就包含比较多的东西 就是不只是 就是你们知道的 不管Line WeChat whatever 其实还有很多这样子 那它的这个数据的上升 都显示一件事就是 62%的教会会使用社交网络 我们称为social networking的东西 我们用Line发布消息 用Line通知 几集带导事项 或者更换聚会地点 或者大家可以一起在线上祷告 social media 这个最方便的就是以前 我们还要买国际电话 对不对 那现在通通不用了 这样子Line WeChat 就可以打到WhatsApp 都可以打到中港台 那73%的教会会使用社交媒体 跟他们的会众互动 那实际上你看这是2013 现在我觉得那个数据绝对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的确我们都在需要这样子 那他就讲说社交媒体是你外部社区的生命性 如果你希望你的教会蓬勃发展 就需要社交媒体这样子 那我要讲就是也可能擦枪走火 为什么 因为使用率这么高 我们常听到就是有人在这些social media上面 贴这些不同政治立场的 那还有人主张Line就有人反对 批评教会牧师就有人辩护 还有在网群组中八卦的这样子 去年呢 你们都知道那个选举 不 现在应该算前年了对不对 是不是 前年选举我都忘了过去那一年不知道怎么过的这样子 过去那一年我觉得我好像被剥夺了 被剥夺了 我已经忘记有去年了 那 我真的遇到一个 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加州真的是民主党 我们在加州那是民主党的地方 然后这个人是川普的川普迷 他一个人在 美国人 他一个人在social media上面 在facebook上发文 力战全教会的人 然后连牧师都去叫他停了啦 怎样怎样 可是他还是不停这样子 然后 那个真的已经变成 很多的不愉快跟摩擦 这样 所以我下一堂要讲那个合一是不是 这样子 我至少会就一个媒体人 传道人跟曾经在讲一点政论节目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观点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使用这些东西都是要有一些规矩规则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social networking的东西 适合的是通知简单问候关怀 经济祷告 特别要讲就是立场观点的事物 就避免去发表或张贴 因为有时候你不真的懂 或你也不完全懂 还有时候是 有时候讲这句你没那个意思 然后你知道下一个他就来问 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那你要来吵架吗 然后又讲不清楚 对不对 占用他不要被他用 这就是我一直要强调的 最后一个数据我们称为是2013年 就是好有趣 而且我一定要提这个数据 是因为呢 13年的时候调查呢 65%的美国人 还是说他们喜欢到教会现场 听面对面的讲道 in person 然后有35% 请注意 35%是没有偏好 都可以 只有不到1%的人 偏好视频讲道 那我在想这个数据 如果今天做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那所以他当时还 他在他那个tag away 还写一件事情 他说放心 面对面讲道 暂时还不会被视频讲道取代 但你可以录影给外出或错过聚会者 这样子 可是我们都知道去年之后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渐渐习惯视频 我们已经渐渐习惯这个视频了这样子 我认为今天大概数据上可以到50% 50% 而且呢 我要讲一件事就是 在before我们真正的回来之前 事实上我现在的预期就是 当政府宣布25%可以回来的时候 只有5%回来 50%回来的时候 只有25%回来 为什么 因为呢 那我们事实上 我们已经在经历一种新的媒体经验 好 那我先讲我接下来的几点建议 这些建议我有给大家 因为我不给大家刚刚那个数据 因为我觉得数据是经过解读的 你学统计学的人都知道 数据是要解读的 不是数据就是答案这样子 那所以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的建议的第一点就是 不要过度以年龄区分媒体科技 使用的一个能力这样子 那跟意愿 你可以鼓励 使用跟参与 年龄是一个参考数字 不要轻易说老年人都不喜欢 或不会上网 越来越少人会说不愿意用社交媒体 那这当然是趋势 但不用对每一个新开发社交媒体 都趋之若鹜 你的生命扎实 比你过多花样活动有用 因为我们是教会 不是社交俱乐部 我们不是一个social club 我妈妈在我还没有智慧手机 她就买iPhone了 然后她可以玩iPhone 玩到她竟然可以用手机做股票交易 你知道吗 真的好厉害啊 所以我现在完全说 我不是要讲我妈妈怎样 我只是用我妈妈做例证 因为她80几岁老人 她没事玩玩股票没关系的 我们还是要努力工作这样子 小小玩玩 她的娱乐 也让她不会老人痴呆 人家她还学中文打字 我妈妈现在可以用中打跟我们联络 你看厉不厉害 而且我认识很多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一件事 现在叫做媒体时代 很多人都很有兴趣 那也不要说老人没兴趣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件事 以前我们在中西部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很多人在中西部 中西部的时候冰天雪地的 然后我们要去载那些老人来参加团契的时候 好幸福一个一个接 你知道现在我们在西岸都有老人说 你不用来接我了 我们在线上聚会就好了 这样子 那所以请注意就是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的建议呢 我想这个就在那个 我给大家 我觉得教会请选择一个简单 容易维持的社交媒体 作为教会大众的平台就好 而且要有人定期的去更新去维护为家 不然你就是人家会觉得 这个教会是没有在认真的这样子 那群组中的即时通讯 联络社交网络 尽量都要是联络性的 不要是讨论观点性的 尤其是神修或政治跟社会议题上的分歧 能够建立这个 你一定要建立 而且要交到所谓的互动规则 一定要有所谓的互动规则 这不就跟过去我们来 我们来实体教会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 其实有些教会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membership的一个 你要签一个membership的一个 covenant就是这样子 会有支援 你本来就应该遵守这种规则 规矩 那第四个 不喜欢经营或使用社交媒体的教会或牧师 你想要脚踏实地的维持实体教会的探访 关怀跟传讲分享 你就继续维持你的步调跟感动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等一下会继续讲 第五点是牧师传道 不要羡慕成为社交媒体的明目或明罪 我觉得不要追求 可以追求这种光环这样子 不需要这样子 每个人当然 你都可以去制播这些便捷性 可以传递思想 你有从神来的感动呼召 你去分享没有关系 但不要觉得 他们都好好 这个好厉害 那个好厉害了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我已经看到有一些 已经在明星化某些人这样子 或者自己在明星化包装 那第六个叫 社交媒体跟影音的视序会议是教会 可以用以拓展跟接触人群的工具 网路教会是一个梦幻 可能只是一场幻梦 除非我们重新写教会的定义 我要讲 网路教会有三件事是做不到的 第一个礼仪的操作 礼仪的操作 即使你说 那我叫他自己躺下来好了 叫他自己去躺下来洗吗 OK 自备饼杯吗 那或者丧礼呢 婚礼呢 OK 那礼仪的操作 第二个叫生命的牧养 影响我最深的常常是我看到这个牧师的生命 让我非常的感动 第三个是生活的见证 看不到弟兄姐妹实际生活上的见证 网路是一个2D的空间 你就算可以制作出3D的画面跟影像 你怎么操作这些东西 那总不能请 你知道吗 难道以后牧师们 每天像 你们知道警察现在都要背一个警用camera 你知道吗 那是不是请牧师每天背一个警用camera 拍他每天的生活才看得到这样子 那是不可能 那如果看不见 我怎么去看见我的弟兄姐妹在苦难世界活出来的那个身影 我不能老是看纪录片 那我怎么验证经文到真实的世界 所以我有讲说 林牧师请我谈的时候是谈一个有没有可能性的教会论 那我先讲就是 我当时想我没有 我现在不见得有 但是我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以后 我觉得我有一个 我有一些比较新的想法 那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讲 我会在9月的ABC讲 线上教会作为教会传播工具的梦幻跟幻梦这样子 那希望可以来谈一下相关的意义 更深一点谈所谓的教会传播工具本身跟教会的定位 那第二个是我会主持一个panel discussion 叫做新被掳归回 疫情后的教会归位跟定位 因为今天我们事实上已经挪动了 你知道归位吗 你要把东西你挪过了 然后你要放回去了 对不对 那你放得回去吗 我们要不要重新归位跟定位 为什么 我会用新被掳归回 因为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 教会已经开始面临很多挑战 我跟大家讲 英文教会 华人教会 美国教会通通一样 想回去跟不想回去 已经都各有理由 有点像被掳归回时期 很多人想要回归犹大故土 但是很多人已经习惯在巴比伦的生活 他不想回去 如果你今天告诉弟兄姐妹说 我们就应该回来 可是他不想回来 他现在觉得 你能不能开线上直播 我们可不可以hybrid 现在全部的教会都要搞hybrid了 OK 那你不hybrid 他就去网上换一间好了 反正现在click 我就可以换教会了 这样子 我现在要讲的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挑战 那你们想要听网路的所有的 我做一个媒体人的想法 或我们对教会的看法 这个panel discussion会邀请目者跟学者 一起来谈 那我们希望一起好好想这些东西 那我今天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讲 教会在社交媒体文化中面临的五个挑战 这五点其实是我过去也想的 就我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先写文章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也appreciate他 那我就利用他这五点一起来分享 这个人是改革中神学院的院长 就是Kruger 的确我们在教会面对所谓的社交媒体的文化 这整个的culture之下了 我们怎么去面对 我们的确已经开始面对这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称为短的注意持续力 那学习方式也会变得有限 什么叫做短的持续力呢 你知道吗 现在年轻人 他可能看一个video clip 他只要五分钟 我跟大家讲 我第一次为了我的维珍会客 我本来想要讲一些什么敬拜的主题 然后我就示录了一段 你知道我被这些年轻人笑什么吗 我被我的三四十岁的同工笑说 老师你在上课吗 这个五分 你现在年轻人看第一分钟到两分钟 他就把你他不看了 他就把你关掉了 就关掉了 现在的attention注意力是非常短的 那我当然也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事实上在教育理论上面来讲 我们的确知道人的专注力可能只有十分钟 所以牧师常常讲到十分钟之后 我们就要有一点这个力阵 什么笑话 笑话题应该避免 不关的笑话 没什么不需要来destroy的人 那但是事实上我们需要一点点东西来转换 那但是越来越清楚 就像他说的 他说其实我也同意 就是说你知道吗 我们用twitter 我们用这些很简单的短信 短信 你知道我在facebook如果写长一点句子 就被人家笑你知道 他说你可不可以简短一简 这个facebook不是这样用的 你可不可以讲一句就好 天哪我这个人就是要把我整段话讲完 放上去 他们说不是 你不可以这样讲的 我又错了这样 那其实对他们来讲 越来越多的人 当我们我现在就是 所以我要说 我不要用年轻人 因为当我们越来越习惯用短信 短的东西很快的 你们刚刚都知道TikTok 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因为他很短的一个video clip 就达到他要的效果就好了 于是35分钟的讲道 40分钟的讲道 一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敬拜 常常开始对会友是挑战 对牧师也开始是挑战 那我们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应该缩短时间讲道 或者我们要让讲道更有趣呢 这都是我们的挑战 那我们要不要努力去学习 会众想要学习的方法呢 这对我牧师都是挑战 都是为难 不要说为难 我们现在都要 有时候都觉得 我们好像是客户至上了 那的确有所谓的 Limited learning style 因为他们就习惯要赢赢 说真的 我每时候觉得 我要准备这些powerpoint 你看我多努力 对不对 我还要去找什么powerpoint 漂亮的template 来搭配这一场 那你不这样做 好像大概就不是这样子 没有powerpoint 好像我们都不会讲的一样 所以是的 我们现在会一直在处于这种 所谓的一定要有media的 一定要有video的 一定要有视觉性的东西 人家才要看 你给我一个符号就好 你给我一个简单一句话就好 Something simple 其实我讲一件事 我不要讲别人 我自己也在受这个影响 我也很希望你快一点好不好 跳过去就好了 我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 因为讯息太多了 第二点 我觉得这点是重要 也是严肃的 我觉得他说叫做 对权威低势过度聚焦平等 社交媒体最常被忽视的影响之一 就是他对我们看待权威人物的方式的影响 所谓的互联网 它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 我很喜欢他讲这一句话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话 你看现在连新闻对不对 或者你的Facebook whatever 每个人都可以react respond 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平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说出自己的想法 在任何的blog或者任何的新闻故事后面 每个人都可以写我的观点我的评论 那事实上这些东西你去看的时候 大部分当然可能都是好的 但某种程度来讲 它会导致对权威的平等主义 它会导致权威的平等主义的观点 也就是任何人的意见都不应该 比任何一个人的意见更有价值或更重要 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应该听 都有相当的分量 请问教会的牧师讲道传讲 我们对于真正应该就是理解教会和牧师 应该在弟兄姐妹生活当中拥有那个真正的权威的教会圣经观 那带来的都是很大的一些问题跟挑战 我希望每一个牧者 我当然知道尤其是现代人会觉得说 牧师就like a buddy body 我们是brothers and sisters 但是是相对而言在权威上面会对权威低势 第三个其实是我们在社交媒体或者所谓的这些科技媒体上面 所谓的互动是一种表面的互动 是一种人造的关系 它是有可能会这样 我觉得unless去年的疫情 我们大家我如果本来我们就是同一个小组的人 我们都很熟 那我们来互动 会知道对方是什么这样子 那个比较好一点 可是事实上如果是不认识的人之间 是不是有可能 我不会说一定都是 有可能 会是一种表面的互动 也是一种人造的关系 那他举例 他讲的那个MIT的那个学者 就是那个Shelley Turkle 他不是写了那本那个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你看我们对于科技 one more expect 期待更多 但是却是less than that 对于 each other 就是我们其实对技术期望更高了 却对彼此期望更低 那他就在讲像Facebook的这种社交媒体 我们认为我们会展示自己 可是最终其实都会变成其他人 通常是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我曾经跟小孩子开过一个玩笑 我说为什么Facebook 人只有一张脸吗 人应该不只一张脸吧 为什么Facebook 那当然他有他的意思 那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应该只有一个样子 可是有些年轻人可能就只变成一个样子 而且他怕变成不是那个样子 他喜欢变成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一个那种他们称为这种网路明星 是不是这种所谓的社交媒体的明星 那感觉像好像我们称为这种叫做联系更紧密 可是真的这种实际的关系跟交流真的很亲密吗 还是疏远了 大家随便按个赞 我很好奇 因为我以前刚开始我很好奇 我说为什么那个师母要贴他早上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然后大家还要去按赞这样子 那后来有人跟我说 那个按赞叫做我看到了这样而已 那我就说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都在制造新的人际的关系跟解读 第四个叫做实际存在感的缺乏 那事实上呢 我相信很多好像我们这些父母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们可以打电话给孩子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孩子都希望我们text他们对不对 不要吵我 请text就好 而且我们现在大家都实在都不想接电话 通通用text就好 请用讯息通知我就好了这样子 我们现在呢 宁可用语音的message text的或者是电子邮件的 而比较不愿意面对面交谈 比较不愿意 那事实上新的技术使我们可能会减少人类之间的接触这样子 那我们好像 我觉得他已经他用一个神学的概念在讲 他说现代的新技术在创造一种非物质的诺斯底的存在 你们知道早期基督教会的那个敌人之一就是诺斯底主义 对不对 因为认为物质世界都是邪恶的这样子 那其实救赎绝对是身心灵全部的嘛 对不对不是只有灵里面的 那肉体很重 不然我们干嘛有一天肉体复过 我们如果继续只是维持一种所谓的线上关系 那其实是实际存在感的缺乏 我顺便讲一下 就是我有问过我们学校的那个Amy老师 那我就问她说 你对于线上那个就是那种交友软体的看法 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也蛮认同 他给我一个答案 他说事实上 你就算在线上认识一个人 你一定要跟他实际碰面 你才能交往他 我想这是很正常 也是正确的这样子 那最后一点呢 我们称为叫低伪深度 也是没有可问责的 因为事实上这就是我在这个introduction 我有讲 我说你一个click 我就可以跳掉了 那我不想听了 我就关掉以后 然后我可以说 因为我的对不起 刚刚视讯不良去了这样子 那你怎么在同工之间有所谓的accountability 你怎么去问责呢 你怎么之间的交互能够真的 除非我们是在一个盈利事业的团体之下 profit的关系之下 我公司嘛 我领薪水我什么 不然教会这种非盈利的机构 你在线上继续维持 事实上是低伪深度 也有低的问责 就是没有accountability可言这样子 那所以呢这几点是我觉得 这是真正的很大的挑战 潜在于我所谓的新媒体跟科技的文化 我们已经形成一种cultural 对吧 这种cultural 那接下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会推破助澜这种 我们想要用网络的活动来取代现场的 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些东西 那我要讲就是最后结语就是 其实我刚刚讲说那个施恩座的问题 就是其实这个字其实它是一个盖子 这个拉丁文武家大译本 跟续义本翻出来这个月桂的盖子 那其实呢 他赋予这个盖子有赎罪跟饶恕的意思 那我的意思说 从拉丁文跟希腊文从希伯来文翻的时候 已经先给他一个意思 然后呢 英文翻译者再去根据拉丁文跟希腊文 又翻成施恩座 Mercy seat 英文翻成Mercy seat 然后中文人又根据英文版把它直接翻成施恩座 你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其实这不是原来的意思 这只是被翻译 每一个人都去解释 而且没有人回到原来的 每个人都只是看别人的东西 就解释这个东西 可是你没有回去看原来 那原来的希伯来文又没有施恩 也没有座位的意思 对不对 所有的圣经翻译你不确定的时候 你一不知道字元文法跟句法的时候 你就去想象了嘛 这样子 那 所以呢 当我们一旦翻成施恩座 读者就可以自由发挥想象 明书记这里 那你神既然会说话 所以说是他的施恩座也没错 为什么不可以 那翻成贵盖指的就是一个功能性的物件 那翻成赎罪盖可能就会赋予这个盖子 据赎罪功能的想象 所以一个工具 我们都可以把它赋予不同的想象 或者意义或者操作 可是经常到最后 那个已经开始发展的文化 或者潜在在整个里面的意识形态 甚至我们开始已经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盖子神没有固定坐在那里 约规的盖子也不是他的座位 那神在自身所约规上方的显现跟说话 是因为他是至圣至杰的神 罪悟的人不能随便靠近 所以在会目建立之后 在盖子上方对领袖说话 表达其象征性的灵在 这些新兴的社交媒体 诗询会议的科技是很好的功能性工具 可以用来传福音 可以教导 可以学习 但是盖子就是一个盖子 它不会变成一个教会的神座 会有一个教会的完备的功能性 unless我们改写教会 我们决定从疫情过后 教会论要改写 教会官要改写 我们觉得教会可以 不需要有圣职人员 自己帮你操作圣礼 你自己在家 我在空中按手就算 可能 那很多牧师其实有体会到 不太可能在网络牧养 那他会想要说提供资源 这就是我想的蛮好的施恩 我是说好的 我不是讽刺 请不要误会 我说挺好的 他说希望可以提供他们 好像可以提供他们 可以听到神的话语的声音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告诉我网络可以牧养 那你就是把网络子 网络的教会的功能 只放在可以用嘴巴说话吗 用嘴巴教导 嘴巴传讲 然后嘴巴互动回应而已 生活生命 那个body的part在哪里 那个flash的生命的在哪里 那有些教会会设立网络施工部 我觉得都很好 但是我认为更好的可能是 应该培训或培育当地的传导人 那那个时差的关系也是另外一个限制 可是我也可以跟大家讲 我真的知道很多人现在是不想回教会 这就是我九月想要探讨的 为什么呢 事实上来讲一件事就是 我们看得到一件事就是 你知道吗 我现在在学校 我知道刚刚有人在听线上的东西 可他顺便在做别的事 我们现在刚好网络聚会就可以 大概听听就好 然后我还可以顺便做我的事情 这使得有些人也不想回来 还有一些人不想回教会 还有其他的因素 他本来就不是对教会很满意 或对牧师很满意 这是他最好的机会 他就说 不想我因为怎样怎样不回去 我们会面对新的一些挑战 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OK 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 在全能者面前 在至高者面前 我们是这样的渺小 这样的不配 也这样的无知 主 其实所有的智慧能力 都是从你而来 人能够想到这样的网络世界 主啊 他们其实是从你的智慧来的 是你给我们的 因为这些是成为我们的工具来使用 主 我们却不迷失在这些工具当中 主 我们不迷惘于想要建立一个超现实的 一个超大的 一个超大的one global church 我不知道是否可能 主啊 我们在今天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主啊 我们是怎么样子可以尊重的语言 在跨文化当中去传扬基督的福音 主 怎么样建立当地的教会 怎么样怜悯生命跟灵魂 主 因为我们使用这个工具来大大的传扬 主 但是我们不被工具捆绑 我们不被不被不陷入工具当中 啊 变成迷惘迷思啊 认为要很心潮很流行 主 我们难要抓住什么是不变的 什么是真理的 主啊 什么是可以弹性做法的 主 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祝福在座每一位每一位同学 每一位牧长 特别为牧长祷告 阿爸天父还是为牧长祷告 其实接下来他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的大的 主 但也不要给他们过大的压力 阿爸天父有些牧师在这段时间 其实已经在精神上非常非常的紧绷 阿爸天父孩子就恳求你 你来祝福 你来引导 给我们的牧师们智慧聪明 能够在万变的世界中保持不变 知道什么是对教会对国度最大的益处 谢谢主 给我们这段时间祝福每一位同学 我们的祷告不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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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